我觉得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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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都在下小雨 小雨蒙蒙 把我的声音推大 现在可以听我的声音 应该会大一点了 还有伴着这么性感的声音 我不给你们玩了 就是 和你们说一下 我们最近因为 都在 我把生意关销 就是我们最近因为 我们的daily lesson的开头 稍微变了一下 因为你老是我 越来越喜欢音乐 所以 每天都会挑一首歌给你们 今天是 还是Anderlees Summer的 Anderlees Summer 关注他们 是It's alright 然后 然后 是不是在开场 有点长 我们今天来讲解 预测 然后我昨天已经拿到 加拿大 意义的邀请了 有任何问题 你们可以问 我觉得我们周日 不搞直播了吧 感觉你们都挺忙的 也没有什么兴趣 我们就不搞了 什么时候 我跟小哥哥成了 或者说 什么时候 我找到我 life partner的时候 我给你们搞一个直播 我还是在Starbuck 应该是有背景音乐 但是我话筒应该 我话筒应该还不错 应该听不到背景音乐 我觉得有点背景音乐 我们还可以觉得 不那么枯燥一点 今天是2019年的7月26号 今天是Kissos Daily Lesson 376 我们来讲解一下 七八月预测题目范文 我们不再回忆 我们之前预测题 可以预测对多少个范文了 你们都应该知道吧 我们这个预测一直都很准 然后呢 这个范文基本上 我们后面的范文讲解的 就会越来越少 但是给你的自我学习的工具 就会越来越多 然后这个课件的下载方法 就是YouTube的视频下面 那个资料包链接点击之后 下面就有七八月的 预测题目范文 它是在一个链接里面的 然后呢 如果你是微信公众号 关注我们的话 微信公众号 后台回复 资料包三个字 你们还会拿到资料包 那个链接里面 就是有七八月的 预测题目范文 好 我们先来说一下 这个今天讲解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都比较重要的 我们今天第一个来讲 就是你需要知道 七分文章是什么样子的 判断自己去缺什么 然后我把一个链接 给你们放在这边了 你们需要去看一下 之前YouTube上面 发的一些写作评分标准系列 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 我们简单给你讲解一下 就是你自己去搜索一下 就可以了 到YouTube上面搜 写作评分标准 然后IOS Lin Keys IOS 就可以找到这个playlist 然后就可以看 然后呢 评分标准系列 你至少要看 Task Response和CC的系列 然后这个是简单的一个了解 简单的一个介绍 也就是说你真正去考试的时候 考官只是从两个方面去分析 你一个是Ideas的连接 一个是结构连接 我们简单说Ideas的连接 然后下面的时候 我给你们一个范文 告诉你们什么叫做Ideas的连接 你就知道 在文章中Ideas连接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对应的评分标准是什么 好我们先来说一下 首先是题目和Ideas之间的连接 也就是说你回答的 Supporting Ideas必须是题目问的 我好喜欢这首歌 好 然后它对应的评分标准是Task Response 因为Task Response里面说 你必须去answer the question 对吧 而且是answer all questions 然后coherence和cohesion 为什么这个样子的 我们之前讲过 连贯度并不指的是句子之间 有什么连接结构 同时还包括 你两个句子Idea之间的连接 所以也就是说题目和Ideas之间的连接 动我说的意思吗 你的Idea必须是support题目问的 然后我们下面有一个范文 我直接看下面一个范文 带你们来去分析一下 可以 好我们只分析一点点 告诉你什么叫Idea之间的连接 就可以了 首先题目是说 最好的提高Public Health方法 是为了让家更多更多的Sports Facilities 但是其他人说 这个方法没有用 还有其他的措施 然后让你讨论两个方法 然后说一下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Ideas之间的连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它第一个观点 还是说的是 那些支持的人可能会认为 认为这些Sport Facility很重要 他是怎么认为 他认为我们现在人很少去做运动了 所以如果会有一些运动设施的话 那么大家可能就不会坐在电视前面待着的 可能就会去运动了 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好 所以这个Idea是不是在回答这个题目的问题 在解释为什么增加很多Sports Facilities 可以去鼓励人们去多运动 从而去提高Public Health 这篇文章是一个考建交雅思书后面满份的文章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整体的Supporting Idea 是跟这个题目问的是Relevant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 这就是题目和Idea之间的连接 然后另外一个体现 你们可以看一下 Body2也是这样的 为什么有些人说 还有更好的方法 然后你们自己可以去分析一下 它是怎么样去解释的 我只给你们解释这一个就OK了 好 然后我们下面看另外一个 段落和段落之间的连接是怎么体现的 也就是说你段落和段落之间的Idea 也是要有连接的 那我们等一下去分析一下 开头Body1Body2 以及结尾是怎么做连接的 还是意思层面 好 蓝色是我写的一个开头 就是我给你们一个模板性的开头 你们会看到我这个模板 上来就会提到说 现在有不一样的观点 两个不一样的观点 有些人说呢 一个最好的解决 让人们去提高Public Health的方法 是多加一些sports facilities 但是其他人说呢 还有其他的方法 文章将去讨论两边 给出我自己的观点 然后我的Body1说的是第一边 然后Body2说的是另外一边 然后结尾的时候 说的是in my opinion 刚好对应着开头这个 给出我自己的看法 这个就是段落之间的联系 用意思上面层面的联系 就是说第一段告诉你 Body1写什么 Body2写什么 结尾写什么 后面Body1 2再加结尾 都是在说我第一段 整体概括的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每个段落里面 句子之间 ideas连接 好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说一下 段落和段落之间的连接 我刚才说 那个实际上 除了这个task response 和coherence之外的话 还会有 实际上这次全部都是 会有语法和vocabulary 为什么会有语法和vocabulary 这两项 是因为如果你语法错的话 考官看不懂你这句话 可能就会觉得 你的ideas和题目 不管是和段落 都没有办法去连接上面 如果你用了错误的单词 也会去影响考官的理解 所以你会看到 ideas连接很重要 很重要 就是我们所说的逻辑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每一个段落里面 句子之间 ideas的连接 是怎么连接的 我来给你们去分析 一个body1就可以了 所谓的句子里面idea之间连接 也就是第一个句子 和第二个句子之间 是有对应词的 第二个句子和第三个之间 也有对应词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句是说 那些认为 对吧 advocate of this belief of this belief that 也就是说支持 多一些运动设施 可以解决public health的人 他们会认为什么呢 现在人们呢 这种比较慢的生活方式 以及stressful的working conditions 意味着physical activity 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我们画下来 他认为 现在没有多少人 做physical activity了 所以如果有一些 easy to reach local sports centers 好 这个是对应什么 题目里面的 这个是对应题目吧 我给你们写上 对应题目 所以我们下面就是第二句话了 我们看哪一个地方 可以去对应 physical activity 我们看 we should be more likely to make exercise a regular part of our lives 这段是不是对应着 上面说的 physical activity啊 这个就叫做 两个句子之间 意思上面的对应 你们去看看 你们自己的文章 是不是没有办法对应上 而不是只是 collapsing in front of a screen every evening 而这个总是 也就是说 每天晚上 坐在电视前面 去看电视 这个对应哪一个句子 是不是对应前面 那个sandatory lifestyle啊 看到了吗 后面呢 你们自己也可以 继续再去对应 我只是跟你们 去演示这两句话 明白了吗 考官要看的是这个 如果你每一层 每一个都可以这样对应 尤其是在加拿大 考7.5分的学生 你是很容易很容易 考到7.5分的啊 因为你们的评分 更注重看这个 我们带了很多 北美的学生 都是这个样子的 而不是注重看 那些词汇 好 最后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这边 这个对应的 评分标准里面 这些技能是什么意思 技能一二三 就是我们 之前发个那个文章 说亚瑟瑟做 保七分必备的 六个技能 以及三个模板 你会看到 TR和CC 全部对应的是 技能一二三 语法是对应 一个技能 然后单词对应 一个技能 所以你就会看到 最重要的实际上 就是前面三个技能 而词汇和语法 并不是那么重要 对不对 好 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 结构连接 我们说考官 除了去看 ideas连接之外 我们快速去 回忆一下 idea连接 题目和ideas之间的 段落和段落之间的 idea的连接 还有就是 每个段落里面 我刚跟你分析 那个两个句子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结构的连接 我说的这次 可以帮助你 去分析文章 而且你在写的时候 你自己就会有意识 知道什么样是气氛 不然的话 你写的时候 就会很混乱的 你都不知道 什么样子是气氛 什么样子是八分 好 结构连接 结构连接就是很简单 就是连接 ideas的结构 准确性和多样性 为什么准确性 等于多样性 你们有些时候 经常会跟我说 老师我写的句子 太单一了 你写的句子单一 是因为你说的 逻辑单一 你说的逻辑单一的话 回到前面 还是你的句子之间 ideas的连接 比如说 我经常教你们说 我说因为 所以怎么怎么样 从而怎么怎么样 那所有人都认为 怎么怎么样 或者说因为怎么怎么样 如果怎样 那么就会怎么怎么样 你们回去去看 那个三个模板 六个结构 那节课 我具体给你们去讲 怎么样子去说逻辑 这个很重要 当你逻辑是 很清晰的时候 你的句子结构 自然而然 就会变得多样了 而不是 只是为了去 用一个不高分的句子结构 而去吓死 我们之前 我们那个YouTube频道 有一个文章是九个语法 你们回去去看一看 这节课 特别特别好 然后呢 我们今天简单来去 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当你连接 ideas的结构 怎么取到一个多样性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先从准确性的角度上面 去给你们分析 然后你们就会知道 为什么达到了准确性 就会达到多样性 首先他说 有很多人这样认为 对吧 那这样认为 下面肯定是认为的一个事情 那么认为的后面 肯定是加一个 名词性从句的 好 然后后面说 现在人们的什么什么 和什么什么 意味着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不再是什么什么什么了 这就一个很简单的句子 当然他前面套了一个 believe dash 实际上也是一个名词性从句 然后中间有一个并列 并列并不是一个高大上的 只是帮助你 去把一件事情 解释的更具体的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他说 如果是有一些 sports facility的时候 问题就可以解决 好 这一句话 为什么要用一个 second conditional if there were 因为second conditional 表示的是 对于将来一个情况的 一个推测 一个假设 好 题目在说什么 题目在说是怎么解决 public health的问题 是说一个可能的solution 而不是一个现象 我再跟你说一遍 题目说是如何解决 public health 我们可能采用 增加更多 sports facility 所以这个是不是对于未来的一个推测 所以我们要用 second conditional 后面用wood 看到了吗 好 而他为什么用 would be likely to be likely to 意思就是很可能吧 因为这个逻辑就是这样 当有更多sports facility之后 你没有办法保证 每一个人都会 有规律的运动 但是有可能 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是不是这样 好 所以这个句子是不是就写的 感觉很高大上啊 写了一个second conditional 又加了一个rather than 而不是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 我们看一下 他说是 could be offered 他说 我们所提供的这些运动 可以去根据不同的年龄 就是大家 不同的身体情况 而去提供大家 不一样式的运动 好 这个是什么意思 他为什么要用一个被动语态 他用一个 that could be offered 这是一个定语从句 去形容这个 the variety of sports 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 他为什么不说 the government can't offer the variety of sports that cater for 而是说 the variety of sports that could be offered 因为当我们再去 这个句子说的意思是 还是我们回到说 什么叫准确的表达 什么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政府 可以去给我们一些 各种各样的一些运动 比如说游泳啊 什么的 根据我们的年龄来说 根据不同年龄人的喜好 来去设定 那你就会想这些 这个句子里面的 主干是不是运动 当主干是运动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被动语态 去修饰这个运动 你说被政府offer的运动 主干不是政府 如果想强调政府 就会说 the government can offer a variety of sports 但是这个题目 主要想强调的是 sports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用了一个被动语态 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了吗 这个就是 准确等多样 然后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 后面我不带你们review了 你们就会知道 第一个就是 idea之间的连接 我们再review一下 这个表格吧 第一个是idea之间的连接 包括三个 第二个就是结构之间的连接 准确性等于多样性 比如说我们刚才看过了 second conditional 看过了并列 看过了被动语态 然后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step two 就是理解六个技能 如何写出七分的文章 六个技能的三个模板 这一节课是必须都要看的 所有学生都看了这节课了 一定要去看 还有一个就是 80个核心词 25个逻辑链 还有就是题库里面的 所有的模板 也就是说 所有的模板都在题库里面 你们去下载一下题库 题库在资料包里面 还是微信公众号 回复资料包就可以了 然后你额外需要去学习一下 七天的免费课程 注册方法很简单 YouTube视频下面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 回复免费课程四个字 这是我们之前 免费课学生的成绩 这是五月份的一个学生 考到了 你们知道多少份吗 人家上免费课 这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简单可以看一下吧 听力是八分 阅读是九分 写作是七 口语是七 然后前两天 还有一个免费课的学生 也是用了ABC次组 前两天有一个学生 是用了ABC次组 这个是上周的事 他说太感谢 我就叫成了 考试前两周才发现课 然后用ABC次组 考到了写作的七分 第一次考就竟然考到了七分 所以你们去看看 免费课里面 那十五组 ABC还是挺有帮助的 然后第三个步骤 还没有到范文呢 第三个步骤是 用Letter学习法 制定一个 可以帮助你八倍 提高你复习速度的 一个复习方案 然后让你不拖延 这节课是最 容易被你们 neglect的一节课 但实际上是 最重要的一节课 昨天我跟小哥哥讲 小哥哥都能看懂 我说你看 这个就是one skill build up another skill 他都可以看懂 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但是你 skill 2 build up the skill 1 上的时候 你必须去保证 你每天再去practice 去apply你的skill 1 这个很重要啊 我觉得我特别适合 在startback给你们录课 第四步就是 每天应用我们 step1里面的技能 就是那个六个技能 三个模板 去分析范文去 然后我给你们 一个分析表 然后我们这个视频 先录到这边 这个是part1 然后等一下的时候 我会给你们录part2 告诉你们 怎么去分析这个范 然后这个分析表格的话 想一想啊 你们等着part2吧 我们把这个视频 给解开两个段落 然后再来讲 然后 如果你们还没有注册 那个七天的免费课程 我刚才说一定要去注册 七天的免费课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算了我们一起都录完吧 这次课可能有点长 但是你们可以休息一下 先看完这一半 然后 再回来 再去把step4看完 就是想休息一下 然后听听歌 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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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继续来讲 我们继续来讲 嗓子好一点 我们继续来讲step4 每天应用step1的技能 去分析范文 分析表格 然后这个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 去把一篇范文里面 对应到我们必备 就是考到写作气氛 必备的六个技能的话 你有怎么可以去应用 这六个技能 反过来去写出来 类似的文章呢 懂我说的意思吧 我现在就会教你 怎么去用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step4 包括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 先去分析这个文章 是怎么写出来的 think back what it is 第二个步骤就是 根据你分析的结果 自己去运用这些技能 去画出一幅类似的画 两步啊 第一步就是 这幅画是怎么画出来的 第二步骤就是 怎么要用 你分析出来这个结果 去画出一幅类似的画 都我说一次了吧 好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这幅画是怎么画出来的 首先就是有题目 还是public house这个题 技能一是什么 技能一是看到一个题目之后 你知道开头结尾怎么写 每个body段都写什么 那比如这个题 你的技能一 就应该写成这个样子 好 开头的时候 你应该分析出来 它的技能一应用的是 bothviews题目的模板 那bothviews的模板 就是开头写两个观点 同时加这篇文章的summary 你把一些模板的句型 给提取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 你应该知道 好 body1写什么呀 观点1 为什么是对的 你写上 好 然后呢 body1的时候 你写观点1 为什么是对 body2写观点2 为什么是对 这位写in my opinion 你们就会问 老师这个 这个结构是 从哪些地方来的 是从我们这个 我们那个资料包的里面 不是有题库吗 然后题库下面的时候 刚好有一个叫做 结构三个 三个模板 是在这里面 去讲解的 bothviews 你看是不是这样 题目的两个观点 对不对 然后这边全部都是 there are conflicting views about什么 然后会有一些 模板句在这边 这些全部都是免费 给你们的 这些都去好好掌握一下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练习 练习是你第二天 要做的事情 拿一张纸 你把这个 等于是说 练习这个是空的 你第二天在复习的时候 你拿一张纸 盖住这边 盖住这边之后 小哥跟我说 不让我碰我的屏幕 盖住这边之后的话 你问自己 我还记不记得 这个题目的技能1是什么 懂我说的意思吧 因为你真正 自己在去写文章的时候 也是要经过 技能12345的 这几个环节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技能2 还记得技能2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吧 模板里面的 我们之前好像是 给过你们一个 预测题的模板吧 看看 这儿 有个预测 如何使用模板 是在预测范文 在这边这边这边 这是技能1 技能2 就是如何解释观点 这是我们技能2 怎么解释观点 包括离比分析 还是AC 还是best solution best solution 需要用让步反驳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 这个题是不是一个 best solution的题 也就是说 第一端是说 什么可以解决什么 提高 public health的方法是 增加 对吧 更多的sports facilities 那我就会写 但什么可以解决什么 实际上是A导致C 你的什么 你的A是 使用sport facilities C是improve public health A导致C的意思就是 一个什么东西 也就是说某个东西 怎么样导致了一个结果 好 好我就会这样分析完了 这是body1 然后紧接着我去分析一下body2 body2来说的是 还有更多的alternative 说这个东西没用 我们应该用其他的meshes 是不是也是AC啊 我们要说什么呀 A就是其他的meshes吧 othermeshes 然后还是解决这个 public health的问题 看到了吗 如果是一般的利弊分析 我们叫做A 因为一般的利弊分析 你分析的是sports facility 给我们的利弊 比如说可以让我们健康更好啊 或者是说健康好之后 还可以让我们工作更好 还可以给我们更多 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 一起做一些sports 那些你随便说 但是AC是有一个限制词在这边 你必须要听到怎么样 让你的health更好 好 这就是技能二 也就是说 知道在段落内部 你怎么样去解释一个general的一个观点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技能二这边 有一些具体的解释 全部都是在那个模板里面 就是那个六个技能那一则课 就会告诉你们 这些是怎么样去写的 还给你挑出了一些句子模板在这边 然后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技能三 技能三就是说中文的逻辑 那中文的逻辑的话 实际上你们需要做的就是把 这个范文的body one 这次东西全部翻译成中文 但是翻译的时候是有套路的 是顺着翻译 你要把句子结构给翻译出来 我给你翻译两句话 你们可以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们刚才的body one已经都看过了 你们看一下我是怎么翻译body one的 就是这个body 我说是支持提供运动设施的人 可能会认为 可能会认为 认为什么呢 人们现在的sedentary生活方式和stressful work 意味着 意味着什么呢 生活工作和leisure time里面 没有physical activity 看到我是怎么翻译了吗 我是顺着翻译的 说了一个完整的句子 有主为宾的中文 你们经常会怎么说 说有这种观点的人 可能会觉得 人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然后呢 对他们来说 人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都比较忙 所以他们不再做physical activity了 或者是说 你们可能连主为宾都没有 你们说这样就会怎么怎么样 这样就会怎么怎么样 这样就会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说的是有连接词的 然后下面一句 如果有很方便的运动中心 我们更容易把运动 当做生活的一部分 而不是每天坐在电视机前面 所以你们需要做的就是 把这个英文 这个样子翻译成中文 然后你自己练习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的 你自己练习的时候 就不用看这个英文了 自己练习的时候 就问自己 好 这个题目的body one 中文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大概其可以说出来 完整的句子就可以了 有主为宾的句子 因为当你把这样的句子 去翻译成英文的时候 才可以保证 你翻译出来 有句子的多样性 你最后的分数才是7.5plus的 懂了吗 机能四就是很简单的 反向 机能四是 你只需要去看着 你刚才翻译这个 翻译成英文就可以 就是机能四实际上是词组 是单词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看 哪些地方是有单词 我可以把它画下来 比如说 支持提供运动设施的人 可能会认为 这个你们都知道 怎么说 然后 Sedentary的生活方式 你可能会画下来 然后你把词组写在这边 是什么呀 Sedentary Lifestyle 然后复制粘贴放在这边 看到了吗 然后再往下 Stressful Work 画下来 然后呢 你会看到 范文里面用的是 Stressful Working Conditions 复制粘贴 然后再放下来 然后简介是技能五 技能五就是 句子结构了 技能五就是把所有东西 然后你自己复习 技能四的时候 也是这个样子的 你复习技能四的时候 可以这样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 你可以把 Sedentary的生活方式 放在这边 对吧 你把答案放在下面 然后比如说 你把Stressful Work 放在这边 把答案放在这边 然后你复习 或者你可能都不需要 把答案了 你把有词组的这些 看到吗 有词组这个地方 你可以copy paste一下 比如说 嗯 什么叫很方便的运动设施 你把中文写着 然后你自己测试的时候 练习的时候 比如说 Easy to Reach Sports Facilities 你写在这边 Easy to Reach Sports Facilities 懂我说的意思吗 这样你可以真的通过一篇文章 真正是去学透 怎么去应用这六个技能的 然后最后一个是技能五 技能五是什么 句子结构 当你把这些词组 全部都搞定的时候 你才用句子结构吧 你把你刚才这个中文 再翻译成英文 十有八九 百分之八十 就是跟范文是一样的 我不是说以上 你会看到了吗 我们现在这个表格 非常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真正可以让你去 应用了我们写作里边的 那个六个技能 对不对 你可以通过分析文章 你再去应用 结构 你再去应用中间段落 是怎么样去扩充的 而且你把它翻译成 中文逻辑的时候 你还可以去画 两个句子之间 哪些单词是对应的 我们刚才去分析那个吧 IDID之间的对应 然后技能四的时候 让你去更专注 vocabulary 去phrases 技能五的时候 你自己去翻译出来 自然而然 就是那些标准的句子结构 而技能五是应用 我们之前的九个句型的 你们可以去看 那个六个技能里面 有九个句型 好 我们还是三十分钟讲完 全部都讲完了 然后最后一个比较重要 今天课可能真的有点长 Step 5就是 昨天小哥哥跟我说 说我觉得你这些小tip挺好的 就是how to apply 到你的daily life里面 所以我给你加了一个技能五 什么复习资料 或者是习惯 保证你每天都复习 你们可能会说 我讲完就没了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把它变成一个daily habit 怎么变成daily habit 然后呢 你们可以在这篇 增天的留言问题就是这样 增天的这个 免费课程 你怎么样可以保证 在你未来的两个月之内 你每天都复习 我现在给你提出两个option 第一个就是 养成习惯的principle 对吧 就是建立在已有的习惯上 在你做完已有的习惯之后 你要做一点点新的习惯 复习这个就是新的习惯 可能填这个表格 就是新的习惯 那你现在已有的习惯是什么 可以像我这样 有不一样类型的学生 比如说像我是 现在已有的习惯 是我每天都要打开电脑 那就是在我打开电脑之后 我点击 我的那个电脑屏幕上边 浏览器上面的第一个链接 看到了吗 我一些重要事都放这 比如说这是我们团队交流的地方 比如说这是我去写的课件 然后比如说这是我的一些音乐 然后这是我带的一对一的学生 然后这是我自己上的课 然后我练的piano 怎么做一个how to be a great friend 我全部都放在这个上边 所以我只要一打开我电脑屏幕 就会记得我要去做这些task 然后再给你们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是喜欢用手机的同学 你说老师不愿意用电脑 一天都不用电脑了上班 你愿意用手机的同学 比如我自己 你手机肯定每天都会固定的 比如说after 你check一个WeChat之后 你可以去点击 你可以把这个document 放在你手机最下面的那个button上 比如说像我这样 看到了吗 我手机屏幕最下面 有一个word document 然后右边这个是strong 你们知道我这个习惯吧 就是我每次到健身房的时候 我都会点击这个 这是我跟我教练交流的一个工具 然后用strong去track 我每周的一个 就是每天的进度 所以你会看到 我每天进度根本就不带蜡的 我们后边还在 我今天都track到了7月多好了 都不带蜡 你看我每天全部都往上面填的 这个真的是一个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 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game changer 就是怎么样可以把一个新的习惯 保证你每天都做 你不需要分析很多 然后如果你是喜欢纸质的同学 你可以这样 抄嘛 我昨天给你们做了一个example 技能一二三 你看我这个技能三 技能五 我给抄一下就不就可以了 我分析的是另外一篇文章 你什么样子的学生 我们都是有办法的 好 然后我们最后整个串讲一下吧 我跟你们说几个重要题目啊 好 后面这几个预测题 你们全部都按我说的方法去分析 然后我把比较难的题 全部都给你放在这边了 有些题是我写的范文 有些题是考官的范文 我全部都给你们标好了 但是都是几点五分以上的 比较难的题就是 男女择业的这个题 很多学生会反映 男女生的题会比较难 还有一个题是 就是环保责任类环保的题 然后后面的一个 我给你们放一个step六 为了保气氛 你必备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必备的这个巴士组的通用 全球保分 必备的巴士组的通用逻辑链 这个逻辑链 我还是给你们二十五组吧 暂时这个巴士组 现在不给你们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 这二十五组通用逻辑 还是在这边 在预测题的这个里面 你们不是都有这份资料吗 点在微信公众号回复 资料包 点击那个题库 就会有这个资料 然后你会看 二十五个逻辑链在这边 你们就用这二十五个逻辑链 就足够了 因为那八十个 对于你们来说 确实有点太多了 然后 付费课程的同学 我写啊 付费课 要有八十个逻辑链接 然后需要知道 如何回答 课程的三百八十个 一百 大概是一百五十个重点题 我们的 保分课已经搞好了 然后下面这个很重要 全体有保分 必须掌握的核心词概念 你必须掌握这些概念 然后这些概念呢 是没有答案的 只是一些比较重点的一些概念 然后你们自己去看一看 然后呢 如果有不懂的话 可以在YouTube视频的下面去问的 比如说新闻 你知不知道新闻的利弊是什么 你们自己都可以Google去查 也可以跟你周围的小伙伴去讨论一下 比如说交通相关的问题 你知不知道 Condestion Text怎么解决交通的问题 全部都给你们放在这边了 这个为什么可以保分 是因为 我用它测试了我们题库里面的 三百八十个题 任何一个题都可以应用 北美的学生 我给你们挑了几个重点的 关键词的概念 你们自己需要去搞明白 所有这些概念 全部都是在我们最新的保分课程里面的 然后呢 现在已经都Ready了 简单说一下保分课 第一个就是强调很多次的 如果没有注册7天免费课的同学 选去注册7天 是我自己16天写作7和扣与8分的一个经验 四个月 A雷9978 然后一周G雷8777 已经拿到邀请了 多伦多见哦 然后注册方法是YouTube视频下面 还有微信公众号 回复免费课程四个字 然后我们最新的保分课程是 一对一的保分课 听说读写四个78778和8777 是这一周一直到延续到下一周周末 我们都在开班 然后最快的学生是8小时 一对一 这个是一问老师的学生 口语是从7分考到一个8.5分 然后写作是从6分考到了7.5分 用了十个小时 七个小时 八个小时的一对一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的学生 就是G一类的一个 加拿大的同学 考了87写作7.5 口语是7.5分 用了12小时的一对一 然后但是考过的时间 根据你具体的情况而定 然后下次报名时间是9月底 或者是10月初 因为我们每次人数 真的是只是40到60个人左右 然后我们现在pre-order同学很多 如果你想9月底之前拿到成绩 现在马上预定 我们这一次开班的课 因为下一次开班课 就是9月底到10月初了 就是给那些12月份考试的学生了 报名要求很简单 就是你愿意尝试一些 没有用过的方法 和coach一起创造一套 适合自己的方法 具体的课程介绍 下周一的时候会发 下周一会发 然后预定一对一课程的话 就是点击YouTube视频下面的链接 回复付费课程就可以了 你今天预定 我们第二天就会邀请你进微信群 然后就会给你发什么付款链接 给你马上排课 比较适合那些一定要在9月底之前 拿到成绩的学生 或者在10月份考到 还会适合那些想要在10月份之前 考到四门要求的学生 我自己感觉真的是尽快考吧 因为现在一亿的分数已经 你看我的分数是464 一亿的分数已经到460了 然后YouTube视频上面 有一节课你们可以去看看 YouTube视频上面 是因为我们有一些预定的学生 所以我发了这则课叫 考过雅思到底需要什么 你的想法和实际情况的 的区别是什么 你就会知道 你适不适合上我们这个报分课程 然后这则课是比较重要一节课 你们先去看看吧 因为具体的课程介绍 好好等到下周一 但是你们很着急的 就赶快预定吧 因为我们怕真的是没有名额 因为现在 一个老师的课已经满了 我们再给另外一个老师安排课 但是我们下周一年将的那种心里 我们下周一年感谢 那么安排员 我们下周一年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